吉安乡公所农历年前关怀独居老人发送物资的活动 今年度再度围起吉安乡有八个巡守分队 协助发送近百份的爱心物资 乡长游淑珍感谢巡守队在社区当中守护乡亲的安全 平常也向独居长辈嘘寒问暖 关心老人家的生活状况 年节期间送物资到府又可以仿视独居长辈 让老人家感受到周延的温馨照护 吉安乡公所农历年前会发送爱心物资给境内的独居长辈 而这项任务也特别围起巡守队员来代劳 透过队员们亲自到府关怀探视 让长辈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非常感谢我们乡公所 也许我们淑珍乡长非常细心 照顾到我们吉安乡每一个层面 尤其对独居老人这一块特别的关怀 特别敦请我们新所队所有的各分队来分送 除了物资的送到到户以外 特别请我们新所队做一个简单的家访 看看我们这些长者生活的境况 如果有需要的话立即反映到公所 如果可以的话再多留几分钟 陪陪着老人家说一说话 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工作对他们温馨重来 这也辛苦我们所有的巡守队员 大家辛苦一下 给工作减少一点压力 帮忙一下工作 谢谢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巡守队员 常年在社区当中守护乡亲安全 年节前的道府关怀更让弱势长辈受到周延的照护 百分物资要借由巡守队来分送到家户 做家户关怀以及独居老人的慰问 谢谢巡守队承担起 我们独居老人分送物资在年前 并送关怀的这样的活动 过去独居老人的物资到领率非常低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也因为交通问题 无法来前往领取 谢谢巡守队用热力 用私人的时间跟公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来作为家户的关怀 看到独居老人 等待我们巡守队的到访 跟他们聊聊天 甚至于夜间巡守队经过独居老人的家户 也会带来更多的访试 还有关注 也开启了老人独居的一个24小时守护的力量 谢谢我们超人巡守队 有他们真好 简安相公所定要为克服各项的困难 继续的精进 我们相信服务到对 这是简安相公所不能改变的一个动能跟施政的方针 简安相公所今年将发送94份物资 委托8个巡守分队协助分送 让弱势长辈可以温馨过好年 祝福独居老大人 健康快乐 接着会接安相报道